埃及总统穆尔西计划向全国发表讲话 同时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委员会将就宪法草案进行表决 温家宝反而是否是中共新班子挺温表现 本期时事大家谈邀您共谈 陷入加财泥潭的中国总理是否愿意或者能否洗清自己 缅甸安全部队向西北偏远地区一座中资同框外的抗议者 发射催泪弹和水炮 欢迎收看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萧寻 在这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中 我们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谈一谈中国的总理温家宝 能否洗清纽约时报报道抖出的家财丑闻 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新潮USA以及解密时刻 不过首先我们请新闻主播李一华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新闻 一华 好的谢谢萧寻 新闻一开始来看埃及的消息 埃及总统穆尔西计划星期四向全国发表讲话 与此同时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委员会将就宪法草案进行表决 而该委员会遭到基督徒和自由派人士的抵制 穆尔西将起草宪法的最后期限从今年12月推迟到明年2月 但埃及议会会议长说没有必要延长时间 批评人士说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迅速完成宪法起草工作可能会使目前的政治动乱更趋恶化 自从穆尔西11月22号发布有关禁止司法机构挑战总统决定的政令以来 埃及处于政治动乱状态 埃及民众连续第七天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示威 指责穆尔西的做法向独裁者 投掷石块的抗议者和发射催泪弹的警察继续发生冲突 一直持续到深夜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的消息 对于进入北京认为中国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的外国船只 中国不久将允许边防警察登船搜查 而这一举措很可能使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官方媒体说对非法进入该海域的外国船只 海南省警方不久将授权登船搜查扣押和驱逐 新规定将在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 中国海南省管辖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今年7月中国军方在新设的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警备区 以加强对该海域的主权要求 与此同时 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四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门外举行集会 抗议中国新版护照的内页版图包含了有南中国海争议的水域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大约20名菲律宾活动人士参加了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的抗议 他们指责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挑衅行为 使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领土争议变得更加困难 菲律宾左翼政党公民行动党的议员沃顿·贝罗对媒体表示 我们不能容忍中国的做法 中国基本上是在对东盟国家说 你们的立场算什么 中国外交部官员星期三说 外界不必对中国新版护照的中国版图过分解读 但是菲律宾的抗议人士说 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 这不可能是偶然事件 这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技术性错误 这是中国最高层虚拟的做法 菲律宾官员说 菲律宾将仿效越南的做法 对中国签证申请者发放令纸签证 以避免在新版中国护照上盖章 从而避免事实上承认护照的合法性 美国之音BA卫视报道 流亡藏人星期三举行集会悼念自焚者 呼吁国际社会就藏人自焚的问题 向中国政府施压 另外一方面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 他认为中共再等一两年或许就有转机 下面是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星期三在印度孟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情况在过去30年已经出现转变 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应应新的现实 采取行动 他说 极权统治在这个世界上 即将走到尽头走向衰落 中国必须要和世界走在一块 这意味着他们也要实行民主法治 因此我感觉到 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能力 因应新的现实做出行动 现在就让我们等上六个月 一年或是两年拭目以待 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目前已经接替胡锦涛 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他将在明年三月正式成为国家主席 完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转移 习近平上任后如何处理西藏问题 以及最近越演越烈的藏人自焚事件 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流亡藏人星期三 在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举行烛光晚会 悼念那些用自焚 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同胞 大批集会者手持蜡烛和雪山狮子旗 为自焚者诵经 目前自焚藏人的数目已经增加到86名 光是在上个月就有23人 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的秘书长索朗喇玛说 他希望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权组织都能支持这个问题 为我们发出声音 向中国政府施压 恢复西藏的和平 这样就不会再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了 北京政府将自焚藏人视为恐怖分子和犯罪者 他们认为是达赖喇玛教唆这些藏人自焚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下午为温家宝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并访问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新闻发布会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这是十八大之后温家宝作为中国领导人 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 此间观察家认为 温家宝12月初正式出国访问 表明十八大新一代领导人对温家宝的支持 这也是纽约时报上周末刊登了 关于温家宝家人财富的系列报道第二篇之后 中国官方公开宣布温家宝出国访问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在吹风会上 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一年来 在打击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方面的努力 在安全方面 各成员国就涉及地区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保持密切的沟通 不断完善共同应对和处置本地区紧急事态的合作机制 有效地打击和震慑了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妥善应对了地区外各种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 陈国平还提到温家宝在访问俄罗斯期间 会与俄罗斯领导人就维护和巩固二战胜利成果举行磋商 一些观察家认为 中国和俄罗斯在钓鱼岛和北方四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 正在联手对付日本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最后 星期四临命之前 缅甸安全部队向西北偏远地区一座铜矿外面 搭起帐篷的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和水炮 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 乘坐卡车的警察在当地时间凌晨三点进入该地区 拆除并焚烧帐篷 至少七名村民被打伤 其中包括几名佛教僧侣 缅甸当局下令停止持续了十天的抗议 而数百名缅甸村民和僧侣对此不予理会 抗议者反对扩建蒙玉瓦镇附近的一座铜矿 当局开始镇压后 很多抗议者逃到附近一个村庄避难 同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分析人士说 得到中国资助的这座铜矿扩建项目 耗资十亿美元 将带来环境 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他们还指责当局为了实施这一项目 而非法侵占土地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VOA卫视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这两个月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桌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行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龙姐就是小孩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程度 这种药物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欢迎收看我们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VOA卫视 接下来是我们的新潮USA的栏目 从平板电脑到智能相机 今年的节假日期间呢 购物者会寻找市场上最新最酷的电子产品 那么今年这些最新最酷的电子产品 又都有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伊丽莎白里从洛杉矶文银发来的报道 说到电子产品 今年的选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可能会让消费者眼花缭乱难以选择 真是很难决定买哪个 布莱恩董是Sidnet.com网站的资深编辑 这个网站专门负责和科技相关的新闻和动向 以及对最新电子产品的评估 他说平板电脑是今年最火的产品之一 Apple Mini是高端微型平板电脑里最受欢迎的 起价只有329美元 它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谷歌推出的Nexus 7 起价只有199美元 谷歌推出的Nexus 7里面的硬件比Apple Mini功能更强 同时它还提供比苹果更好的地图功能等等 其他公司推出了具有其他功能的平板电脑 这个可以和键盘连在一起 这个则有书写笔 假如你只是想看书或者是上网浏览 其实不用买iPad Mini 但是如果你想要最多的附加功能的话 iPad和苹果生态系统是最好的 像任天堂这类公司也不甘落后 它的WiiU游戏机就在启用平板电脑的概念 这个游戏机有新的触摸式屏幕 还兼有传统意义上的控制器 在WiiU上流行的游戏是新超级马了兄弟 在专门卖电器的百思买共治的阿尔曼说 另一个很火的电子产品是智能相机 可以通过WiFi来连接互联网 消费者能发送电邮或者直接从相机上把照片放到社交网站上 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拍的照片放到脸书上面去 那些流线型的媒体盒也可以连接到互联网上 让人们可以看到在电视屏幕上 看从网上下载的电影和录像 另外一个电子产品即无线扬声器 可以和任何具有蓝牙功能的产品合作 包括智能电话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等 随着网上购物越来越火 很多消费者先到一家商店去看货 然后到网上找最便宜的网店 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先看看产品是什么样的 再看网店是不是更便宜 像百思买这样的零售店明白这一点 而且也在努力保持竞争力 从我们这儿购买的某个产品之后 顾客要是能在三时间之内 在别的地方找到更便宜的价格 那我们就会按那个价格打折 各类产品价格繁多 消费者恐怕要做很多的功课 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的新潮USA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制作的 好莱坞大片林肯 对这位肝冒一切风险 废除奴隶制的美国第16任总统的描写 和之前对林肯的描写颇为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 斯皮尔伯格着重描绘了林肯的内心世界 斯皮尔伯格的新制作 是基于由科恩斯撰写的 名为强敌组合的书 在这部影片里 林肯非常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 善于驾驭纷繁复杂的美国政坛 下面是美国政医记者洛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我们要在公众注视林肯的讲话 1865年1月美国内战即将结束 但是林肯总统拒绝签署停战协议 坚持要等到国会通过第13条 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 当时的国务卿苏尔德反对他这么做 为什么要在众议院里斗争 来让你的英明蒙羞 那是一个老鼠窝 他们是十个月之前 拒绝接受宪法修正案的窜货 我们会被击败 迄今为止 林肯从未被以这部电影 如此写实的手法刻画 过去一百年 所有作品都把林肯描写成伪人 在格里菲斯的影片 《国家诞生》里 林肯的形象未暗 在1939年由约翰·福特制作的 《青年林肯》里 主角带有相赌气 略显僵硬 斯皮尔伯格的林肯 迥然不同 我决意要把林肯塑造成 做实事的总统 而不是摆样子的总统 影片中 林肯先废除了奴隶制 继而结束了内战 林肯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被刺杀的 在剧院博物馆里 历史学家马丁解释了 林肯思维的演变 内战开始时 他最关心的不是解放黑奴 而是维护国家完整 他意识到 要达到保全国家完整的军事目标 必须解决奴隶制问题 新电影聚焦在林肯任期的最后四个月 如何在国会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 让宪法修正案通过 整个过程和今天国会的运作惊人相似 国会众议院里辩论激烈 这位议员说 在这位俄亥俄州的议员当众做出这种违反道义的讲话的时候 我怎么能相信所有人生来平等 这部电影还描写了 林肯和夫人及孩子的关系 刻画了他坚定的信念和不实的反省 英国演员丹尼尔戴 刘易斯扮演林肯 让人觉得他很有希望获得奥斯卡奖提名 他不仅做到了形式 也做到了神似林肯 林肯这个人极具吸引力 他思想开明 斯皮尔伯格的林肯注定会角逐奥斯卡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将名流轻史 美国之音VOA卫视继续是新潮USA 洛杉矶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好莱坞的故乡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业项目 正在离开这个城市 到美国其他城市甚至到外国去拍摄 那么在今天的新潮USA的最后 我们请您收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 在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到午饭时间了 新电视剧堵城正在拍摄中 地点在洛杉矶 但是今年开拍的很多新电视剧 都选择不在加州拍摄 迈克尔森是负责给剧组提供餐饮的公司老板 他说近年来洛杉矶一带的生意很不好 昨天就有一家公司给我打电话 是想把五辆送饭的卡车卖给我 他们不想干了 一些为剧组提供餐饮的公司干脆就随着剧组 一块到外地去了 奥德利是洛杉矶影视部门的负责人 负责给在当地拍摄的剧目发放许可证 他说变化很大 特别在电视行业 就拿今年来说吧 新上马的电视剧有23个 其中21个都要到加州之外去拍 过去几乎全在本地拍 过去有80%的电视剧都在本地拍 现在只有40% 巴扎里亚是全球电视公司的资深主管 他说在决定拍摄地点的时候 不论是在预先搭设的外景场地 还是到实地去拍片 设置公司的主管一般要考虑两个因素 很大一个因素是创造性因素 就是说如何把剧本上写的演绎出来 另外呢同样重要的 是税务上有没有什么优惠 巴扎里亚说大约10年前 其他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鲜尔良最先提出给设置组税收优惠 其他几个州呢马上就效仿了 2004年有16部影视剧选择在鲜尔良拍摄 今年在那拍摄的影视剧目多达50部 威廉姆斯是鲜尔良影视负责人 他在通过skype的采访中说 那是没有税务上的优惠 我想吸引不到这么多项目 路易斯安娜州在税务上的优惠 对鲜尔良的影视发展业有很大推动 现在拍摄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路易斯安娜州又只是新药粮食这都有 纽约也为影视业提供很多优惠 斯坦奈尔是总部设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制片公司负责人 布隆伯格市长的一系列措施 使得在纽约拍摄变得很容易 洛杉矶影视的奥德利说 加州本身也提供一些税务优惠 但是没有其他州幅度那么大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跟其他州竞争 竞争不仅在美国本地 而且是变得全球化了 从加拿大到东欧亚洲 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吸引好莱坞的目光和生意 欢迎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纽约时报在过去一个月之内 连续刊载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 这些报道持续引发争议 今天我们就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今天我们把这个讨论的重点要放在温家宝 会不会以及能不能洗清自己 首先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的嘉宾 首先是民进出版集团的总编何平先生 何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讨论 何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在我们演播室和我坐在一起的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先生 海涛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何平好 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虽然定成温家宝愿不愿意 还是能不能洗清自己 那么首先先来看另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纽约时报这个记者张大卫的第二篇这个报道 就关于这个聚焦平安保险公司这篇报道谈起 这个报道谈到的这个这个题目是温氏家族和这个平安的崛起 总体上呢这个记者我想是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信函 还有监管记录啊 就是公开的这种公司记录啊 希望能够探究这个温家宝能否在平安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 把它放放弃一马 然后呢温家宝的家族是否又通过这个层层的这个关系以后 在平安崛起了以后呢 股价飙升中呢获得了这个利益 不过呢我们这两天也看到 就是海涛你在最近写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报道里也提到了 明镜网呢也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报道 那么其中的一个独家报道是由叫武汉的署名武汉所写的 27号这样一篇报道 第一个问题呢我先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从武汉先生这一篇报道 其实他写两篇报道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段伟红的这样一个解释性这样一个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采访 他也可以说这个武汉的这个报道呢 是一个调查性的报道 因为他采访了很多中国保险业的这个从业的这样一些巨头 包括平安保险的这个老总 还有呢以前这个平安的竞争对手的这方面这个老总 当然他们呢所表达的这样一个看法呢 和张大卫在纽约时报中的文章中的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您旗下这个明镜网发出这两篇报道 这个意涵是不是想要平衡这一方面的意思呢 还是希望呢为温家宝这一方面做出辩护 请听一下您的看法 我们是一个中文网站 是一个中文媒体 那么我们应该比西方媒体能够更加深入的 更加广泛的给各方有更多机会来讨论中国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贪护腐化问题 而贪护腐化现在温家宝作为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把子 因为大家知道中共的这个体制制定了它的滥权无度 决定了它的这个贪护无度 所以老百姓实际上其实对中国政府现在最大的意见就是两点 第一是你滥权 第二是贪护 现在纽约18把你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作为一个案例提出来指责了你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但是纽约18毕竟是一个西方的报纸 那么中国的问题在它的光谱里面只是一个层面而已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中文媒体 应该比它讨论的更加深入一点 更加广泛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呢 各方面的意见都能澄清出来 一方面我们转载了纽约时报的报道 我们也转载了很多对温家宝的批评 对平安公司的一个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呢 也应该给予温家宝的支持者 温家宝的家人 或者是平安保险公司的更多的表达意见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在试图的去寻找温家宝自己家人的看法 温家宝遵遇了这个平安保险公司的看法 那么我们的记者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所以我们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现在还在等着他们回答 至少我们像前天我们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但是呢 他们现在只是回答了 我们给了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看出来的 有几点很关键性的一点 第一个就是 平安保险公司后面的这个决定性的变化呢 并不是这个温家宝做出来的 而是这个朱英杰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权力的释放呢 不是这个这个温家宝释放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当时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个状况呢 并不像现在所看的那么好 当时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意识 第三个是即使是拿到爬头的人 也不支持平安保险一家公司 其他公司也拿到了 当时其他公司的表现呢 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这个像 像平安保险公司这么好 等等等等 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辩护 但是从现在模型效果来看呢 我觉得他们进去是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来讲 我们一定要让股房有一个意见表达的机会 像薄熙来事情出现了一样的 现在一边倒的都是揭露批判这个薄熙来 而薄熙来在哪里 薄熙来的支持者在哪里 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平台 这个表达出来 如果是有很多人支持这个薄熙来的话 我们同样的也是愿意表达这个 给予一个平台 像上一次蓬勃通信社 这个披露这个习近平家族的这个问题 那么习近平家族的家人和支持者 他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把他们的这个意见表达出来 那么意见表达出来 似乎效果很不错 很多人认可了这个习近平家人的很多的说法 先说你提到这个何先生 和先生 习近平家族要复杂很多 那么他们走出了很关键性的一步 像这个 在开始的时候 一个以前 他们这个支持者发表了很多 这个为温家宝家人 遍复的这个文章 我们也发表了 这个温家宝自己也表示 这个愿意公开做出更进一步的澄清的报道 我们也发表了 何先生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 既然您听到提到习近平呢 为什么习近平的这个彭博当时那篇文章 后来这个后续引发的这个争议 没有这个温家宝这篇文章引发这个争议 持续这么长时间 或者是引起反响这么大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我觉得习近平家人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文章 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他们财务的这个状况 从财务的状况和当时的商业的情况看来 很多事情第一是跟习近平本身的权利 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习近平他升到中央的这个职位上 时间并不是很长 他很长时间是在地方上 那么他那些家人的这个商业 和这个习近平本人呢 几乎找不到直接关联的这个状况 相反呢就是习近平拿到字 成为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常务以后呢 他不断地反复地要求家人呢 往前退去这个商场 实际上呢 他的很多家人也退去了这个商场 还有一个是他的家人呢 在经商的过程中间呢不是挣钱的 有的家人是亏损的 而且亏损的情况呢 这个很严重 所以呢就 而且从整个的经验来讲呢 就是跟温家宝家人的这个资金呢 就是相似很远 相似啊 就是就是 就是量来讲呢 就是比较比较小很多 然后呢 他们的探头呢 我觉得更加诚实一些 更加坦率一些 所以呢上次的这个成绩以后呢 就是并没有给习近平 搭来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形象的屋顶 好的 所以先让家人最近有一个经商 先打断你一下 和先生 我接下来 想问海涛一个问题 海涛呢 你最近写的这一系列报道 都是源于纽约时报的这一系列报道 然后跟踪这方面 这些报道 当然呢 昨天我也试图联系到这个张大卫 联系到张大卫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采访 我想 其中他现在也收到了一些 这个威信性的这样一个官司方面的压力 可能不便于谈 不管怎么样呢 你谈一下你的这个印象 你也谈到 你在你的报道里边 最近报道里也谈到 这个明镜的报道里提到 平安的反馈 还有段卫宏的反馈 你谈一下你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呢 何平刚才提到那点 就先说这个习近平这个报道 和彭博同学说 关于习近平的报道 和这个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报道的区别 那么上一次呢 彭博关于习近平家族的报道呢 只有一篇 那么这次呢 纽约时报推出了三篇 那么前后呢 间隔了一个月 所以从这个纽约时报和这个影响 和这个彭博通讯社的影响力相比 从他们的数量 推出的数量相比 那么显然是温家宝这篇呢 这三篇呢 引起的这个 注意也好 反馈也好 反响也好 影响也好 它会更大 这点我同意和平这样 那么有一点呢 就是说 习近平和温家宝的不同点还在于 就是说他们这个 纽约时报反映下 张大卫先生 他反映出的这个 一个数量大 一个就是说 包括温家宝的直接的亲属 他的母亲 90多岁的杨志云 还有他的妻子 他妻子 他小舅子 等等 他的儿子 他的一系列 就是这些人 还有一个比较 就是像和平说的 就是说 习近平呢 他是 17大 2007年 他才进入中央当政治局常委的 而温家宝站呢 之前就 很长时间都是 在北京 中央机构担任的 高 高级的职务 这两个是他们两个区别 还有温家宝呢 就是 他这十几年来 他不断鼓吹政改 他不断提出要 民主化 什么 普世价值 而这些呢 习近平一次也没有提出来 这你纽约时报报出来 这些报道呢 正好给温家宝的形象 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引起了这个 更多的人来关注 我注意到了 就是 在我们的美国 那几篇文章发表之后呢 有好多的听众和读者 给我们跟贴 有不同的意见 反馈 他们就强调 他们主要提出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 既然大家是中共的这个高官 比方是七个常委 九个常委 他们都是贪官 为什么你们只揪出 温家宝一个人来 来惩罚呢 这是一个集中性的 这不是非常不公吗 那么我想就此来 请何平先生来理解 他给他们反方的意见 比方说温家宝这方面 也提供平台 给习近平这方面 也提供平台 而且我现在注意到 就在海外的 所谓的中文网站当中 明镜网给这个温家宝一方 给习近平一方 提供平台是比较大 而且他比较量 何先生等一下 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谈一下这个温家宝 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愿 或者是能不能够洗清他自己 包括刚才海涛讲的问题 我们先来接听两位 这个听众的电话 观众电话 听他怎么说的 我们请何平先生 一并来作答 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想说的是 首先说这个 这个中国的富豪 把排列啊 有个最大的缺憾 就是无法把这些高官的 这个台场排出来 像这个温家宝 这个27亿美元 这和人民币 一百七十多亿的话 在富豪板上 百富板上 肯定有一席之地的 当然其他的 我也不说了 另外呢 我觉得温家宝 不可能什么 出来洗心自己的 这个 因为即使他是冤枉的 然后 要出来有勇气 要公事财产 但是呢 就是说要打官司的话 那中共呢 利益集团也不引起 他这样做的 我就说这一点 谢谢 好谢谢您 安徽的张先生 请您谈一下 请讲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在中国 我也有 这个你们的主要节目 因为官方感觉干扰的事情太大了 我也是 不好意思 很遗憾听到这一点 请您 请您 您说 我们可以听到您讲话 请您继续说 我对温家宝 这个信心去并不是很大 我想问 如果在西方 像在中国 有这样一样的问题 在企业方面 比如说 在故宫方面 在企业故宫方面 它首先企业对你说 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内 你没干完 我想问问 在西方 有没有这种问题存在 如果孤独 也会像工人这么说吗 好 谢谢您 安徽张先生 刚问的 他结束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何先生 刚海涛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 我们的这个读者 还有听众 来这个评论 提到的一个 比较其中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张大卫 要把这个 把这个目光 是放在这个 温家宝的身上 我们昨天 本来也想要问一下他 但他不愿意说 这就好像 你一个警察抓了个小涛 你就说 你为什么不抓提到的小涛 你抓了这个小涛 其实对于警察来讲 我抓了这个小涛 就是这个小涛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只能抓这个小涛 而对于张大卫来讲 我认为他 不管是出什么原因 他正好碰到了这个材料 碰到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说的 如果是他手里掌握了习近平的材料 掌握了胡锦涛的情况 或者是掌握了 这个贾信联的材料 我认为照样的 他也一定是报道的 那只是在这个报道过程中间 比如说都有 有温家宝 有习近平 有胡锦涛 或者还有这个贾信联等等 他会显摘是谁 他也许就是认为 显摘温家宝这个故事 就更有意思一点 或者是更能够吸引人一点 更能够说明中国的贪污状况一点 我觉得这个一点 指责张大卫 是没有任何的道理 而且我之前认为 所谓的这个保守上的力量 去诬陷这个温家宝 很早就开始准备把财力 给西方跟踪我们的调查 这种事实 其实是 其实我这就是有人试告的 其实对我这个情况 我非常地相信 我来打断你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温家宝和习近平的报道 西方的媒体都做了很多的报道 西方的英文媒体 中文媒体都做了很多的报道 我刚才提到 你的民进集团 在这两方面给双方说话的机会 平台你做的比较好 现在你既然是监听责民 你听到两方的意见 就是支持温家宝一方的 比方说段伟红的意见 还有PM公司的意见 等等 这好多你都听到了 那么张大卫这一方的意见 纽约时报的意见 还有批评温家宝一方的意见 你也听到了 而且你也报了不少 那么这样下来 你两个手监量 作为一个天平 你觉得哪方面的分量 会更重一些呢 其实如果你想当一个中共领导人 我就觉得你应该走上 走向被审判台的一个准备 不管是道德的 思想的 司法的 还是历史的 因为你整个中共的一个体制 就建立在一个暴力的 一个规划的机制之上 你被人民审判 只是一个时间的 一个迟早的问题 我相信温家宝以他的智慧 以他对中共历史的了解 中国政治的了解 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温家宝来讲 他非常悲哀的一点一点是 他怎么能洗清自己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私底下跟很多朋友 进行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温家宝来讲 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 我们注意到了 他在这个泰国的讲话 引引了屈原的这个诗词 那么屈原的诗词 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就是自杀了 对吧 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个胜利上 这个温家宝 这个自杀 对不对 这个从道德上 从哪个角度来讲 他都不应该自杀 但是我认为 政治自杀 是温家宝一种 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中共现在 这种体制下 通过一种 所谓的中共中纪委的调查 当中共党组织 对你的这个问题的调查 是不足以 不可能使人民 相信你的调查是公正的 因为所谓的中纪委 他完全建立在一个 非法的一个 一个基础之上 那么中国现在的司法 是没有任何公正性 可言 所以你通过中共 自己的司法体制 中共自己的 纪委的解释 自己的这个 纪委的组织 来证明你是清白的 是没有任何的 可信度的 那么如果你要通过一个 西方的 这个独立的调查机构 来调查 你有没有可信度呢 我觉得我不相信 西方的任何的 独立调查机构 能够有难力 去调查你 调查清楚 来证明你 这个温家宝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形式权力 大家都非常清楚 纽约时报的这个调查 非常清楚地讲起来一点 所有的 他加受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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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钱的来源 不能说它是非法的 也不能说 温家宝 也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出来 温家宝 直接 这个 指引了 让他们有这个 这个 这个财富增长的 这个机会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 他这种所有的 这个 这个没有讲的话里面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 大家很清楚 这就中国 你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做 你甚至你眼神 都不要做一下 那么无数个人 可以利用这个 隐形的 你的名声 你的 你的权力 来 来进行这个传奇交易 这个大家都是公开 和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 和先生 刚才您提到一点 刚才您提到一点 就是说的是 温家宝 这个政治上的自杀 我想请您再多谈两句 这个政治上自杀是 他 他自己愿意 自己去自杀呢 还是 因为他涉及到 这样一个 调查了以后 然后被动自杀 这样一个事情 请您谈一下 这个 这个可能是他 是他澄清的 唯一的一个机会 和先生不知道 您刚才有没有听到 我们刚才又加问了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刚提到 这个温家宝的 政治自杀 您觉得 您指的这个政治自杀 我想请您再多谈两句 是 是从自身的 中间被调查他 是被动自杀 还是主动自杀 我觉得政治自杀 就是在他 利用某一个 可以公开的机会 因为他如果再不讲的话 他以后的公开机会 就可能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中共的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你进入 某一点状况的话 就让你完整消身了 因为现在区域 因为贪污腐化 是整个中共的 一个基本黑症 我们在老百姓看起来 在很多人看起来 就是到了一种 无光不谈的一种 一种境地 所以在这样 刚才一位观众也讲了 一位听众也讲了 那么中共整个体制 是不会让你澄清的 因为你澄清了 等于要所有的 要曝光 所有的 都要面临的一个 被审判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体制 这种会给 海涛一个时间和机会 来讲一下 海涛 和平有没有这么一个 可能啊 就是说 你说的政治自杀 那我 文家宝 我就来一个 就是鱼死网破 我把我的财产 公布出来 我在政治局常委 都没有开会 同意的情况下 我自己 把我自己家族的财产 公布出来 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 第三个就是要尽最大的声音 发挥出来 让所有的官员 跟他一样的 把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他们的 这个家族的情况 进行前面的曝光 前面的接受 这个社会的监督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效果的话 那肯定会 他这个体制 会压制这个 温家宝的 不会让温家宝这么做的 但是我觉得温家宝 不是马上出国访问了吗 他可以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 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 因为在中国大闹的话 很快就会跟他掐掉了 让他的声音 因为温家宝很多次的讲话 中国的官方媒体 就没有跟他报道 我觉得温家宝 出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而在国际国际上 是他 他现在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他 以后要正确自杀 就很困难 如果不进行 这个正确自杀的话 不这样牺牲自己的 用牺牲自己的引气 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 求得自己的 一种一种亲民的 一种可能性的回归 我觉得否则的话 他就没有可能性了 那对温家宝来讲 他就是比死还难受 好的 何先生 先打到您一下 我们现场有几位 这个听众和观众 我们请他 请他们再发表一下 自己这个看法 江西林先生 请简短发言 这个公布他的财产 这个是有目的的 四人帮的后面 那为什么 那个前面的领导人 江泽民 李鹏 那些 胡锦涛 他们的财产 那四人帮 吴邦国 他们的财产 为什么不揭露出来呢 对吧 那温家宝敢于 自己出来澄清 委托历事 澄清 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 好 谢谢您 离间河南 对不起 我们现在剩时间不多了 请您就讲到这里 河南的程 程先生 请讲 喂 我想说的是这个 喂 请讲 我想说的是这个 纽约时报 就是报道这个 温家宝什么了 那程先生 欢迎您到我们的 这个网站上去查一下 相关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非常遗憾 如果可能的话 您可以在网上去 翻墙 看一下美国之音 中文部的这个网站 我们有一系列 相关的报道 你可以了解到 我们就在 不在这里 都说了 最后我们再听一下 安徽胡先生电话 胡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听讲 那个文静先生说的话 我一定不同意 他说中国财务腐败很严重 这个没有这回事 嗯 但是 胡先生说没有这回事 他是民主制度 啊 文静那个民主制度 他财务腐败 对中国还严重 他发展的 也没有中国好 你不要随便 污蔽中国嘛 嗯 好啊 胡先生我们尊重您的这个意见 您说的这个事情 可能在很多人看起来 也是一个事实 啊 不过这是另外一方面 是 请何先生回 回应之前 那么请海涛再谈一下 海涛 您对这个 呃 您 在节目之前呢 您也提到 说的是 呃 温家宝方面也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这个大动作 呃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大动作呢 还是从那个和平 他们民进那来的 就是他们的独家报道 好几篇独家报道 我比较注意的一个就是 温家宝 他说他要有大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 温家宝的儿子 温云松 他说他要写一个 什么的英文的东西 在十八大以后 来来对吧 公布 来给他们家这个 说说 还他们家一个清白 这两个这个问题呢 我倒是比较关注 但是我希望 何平如果有 有这个信息方面的话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你觉得 温云松 能不能拿出 这么一个英文东西 温家宝有没有大动作 嗯 好的 我们大家还有一分钟时间 何先生请你 请你回应一下 据我所知的话 温人生实际上 已经早就写好了 一封信给这个纽约时报 当时他们 主要担心的一个影响的话呢 就是把影响 是八大的 这个顺利召开 所以他们希望 是八大以后来 这个行动 但是我相信 他们没有想到呢 就是这个纽约时报 在一个以后 又进行了一批 更深入的报道 更细致的报道 所以他们怎么 就应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 变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这个 他们止据的问题啊 就是纽约时报 止据的问题 变得更加细致化了 这个问题 原来是准备 用读者投诉的方式呢 来回答这个事情 也有可能呢 他们要请 这个其他的机构 来证明他们的清白 从最近几天来讲 我们一直在 试图联络他们 就希望他们呢 就是能够透露一些 这个他们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我们已经 把一些疑问 大概有十几个疑问嘛 给他们了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给我们一些答复 但是我们仍然是坦开的 我们希望给任何人 一个表达自己意见 和坚持自己立场的 一个机会 这是我们媒体的 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好的 我们也希望看到 何平先生的 这个明镜媒体 能够给我们提供 更多的这方面 这个情况 好的 今天呢 这个是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再次感谢 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还有在演播室的海涛先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同时也感谢各位的参与 讨论中呢 这个来宾 还有观众听众发表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 美国之音和VOA卫视 稍后请您收看 VOA卫视其他精彩节目 不要走开 对于使用iPhone 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 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 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 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 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 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 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回到 VOA卫视 又到了我们的 解密时刻的栏目时间了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生活着这样一个 外来群体 他们当中 很多人会说流离的中文 有的呢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十几二十年 不少的妇女和当地人 通婚 生下了孩子 然而他们并没有 中国的合法身份 根据中国的法律 他们是非法入境者 要抓捕他们 并且遣送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的祖国 也就是和中国 只有一江之隔的朝鲜 这个外来群体 就是被称作 脱北者的朝鲜人 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逃离他们的故土 中国把他们 遣返回朝鲜之后呢 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请看报道 赵真慧 就是一位朝鲜的脱北者 他和家人在十年中 几度逃到中国 又几度被遣返回朝鲜 最终抵达美国 九六年开始 是饿肚子 想填饱肚子才跑出来 来过中国以后呢 看见中国的生活以后呢 被抓回去以后 忘不了中国的生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朝鲜开始出现严重粮食短缺 一九九一年 苏联解体 朝鲜失去最大的援助国 失误的农业政策 外界的经济封锁 加之连年的恶劣气候 使朝鲜经济濒临崩溃 饥荒连年不断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的一份实地考察报告说 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间 朝鲜有大约九十万到二百四十万人 死于食物短缺 可能高达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虽然只是一江之隔 然而跨过这条屠门江 进入中国却是一趟亡命之旅 朝鲜政府将脱北视作叛国罪 朝鲜边防军常常对试图过河逃往对岸的人 开枪射击 在朝中边界上 脱北者的尸体并不罕见 在朝鲜严苛的政治环境下 任何擅自离境的人如被发现 都要作为政治犯送进监狱或者劳改营 从一九九八年起 赵真慧一家在中国吉林省何龙县生活 2001年 他们头一次被警方抓捕 遣送回朝鲜 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呢 妈妈就过来接我 然后就妈妈问我 你想不想在这儿过 我就想了以后 我们能去吗 能去就走吧 赵真慧和妈妈第二次越过铜门江时 中国公安部门正在加紧清查朝鲜脱北者 中国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的一篇报道引述当地人的话说 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 当年7月 图门各街道居民晚员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协议 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 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 举报者奖励500元 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可以去韩国 他要帮我们 这样跟着他一起去到北京 然后说是明天早晨要进一个地方 由于中国的强制遣返政策 脱北者寄希望于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近年来中国一再发生朝鲜脱北者 闯入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 我们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是12个人一起去的 当中的有一个北朝鲜人跟我们说 好了从这开始跑进去吧 我一看到我妹妹这么小站在旁边 我就想哎呀可能我是不行了 让她先进去吧 然后我就把她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让让她过那个 她快过一半的时候 里边穿军服的那个人过来接她 我一看就懵了 这怎么回事啊 说是一定进去的话不会被抓 怎么回事 我就这样想一看呢 旁边像是 很多人 差不多20多个人 就往两边就这样追进去 然后我一回头看 有三个人过来要抓我 然后我用那个包打他们 要跑的时候呢 有个人就打我的头这边 然后我就挡下来 闯使馆失败后 赵真慧一家再度被遣送回朝鲜 他们找到机会逃脱又一次回到中国 这一次他们从东北前往内蒙 计划经由戈壁沙漠进入蒙古国 这个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等待他们的是在沿边编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一年零三个月的监狱生活 2008年 赵真慧母女终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美国 回想在中国的十年 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都给赵真慧留下深刻印象 坏人比较多吧 对我来说 可是如果没有那些好心人的话 我不会活到现在 因为有好人保护我 然后有坏人又告我们 所以我们被抓 这样的苦 受到这样的苦 可是我们每次非放出来以后 去过一家 进过门 敲过门的时候 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给我们吃的 给我们穿的 然后生病的话 他们就帮我们买药 中国人是很好 我喜欢他们 可是 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欢 因为我本身被抓四次 我就通过这个节目 更多的中国人 了解北朝鲜人的背景 然后 如果中国政府听到我的话 以后呢 就是同情北朝鲜人的人民 不要想着 不要光是为了国家之间的利益 把北朝鲜人钱送到去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逃离朝鲜 亡命中国 完整版 那么在今天的VOA卫视结束之前呢 我们一起随着杨林还有麦克 去轻松地学几句英语 请看 美语怎么说 那是好 现在你能教我做津酱 我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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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Ei 你好 ру? 你好 皆さん も organiz的 我的嘴巴在一起 有了 我的嘴巴在一起 你好 来 人 Alicia nowhere 我都会和您回去 你吗? 我们 谢谢他 好 我的天主 好 你好 你好 你很高兴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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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好 你好 好 我的你的 好 我的手 好 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我 作识 THEIR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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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好 你 I bought a new comforter, it's all clean and pretty Come on, come this way Um, everybody else, come on,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What? I have no idea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I haven't seen my parents this excited since I brought my college girlfriend home 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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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wait to show you your room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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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sit, sit right here, sit with me I made this for you You made this? I did, I couldn't I was so excited about your coming Oh my gosh, this is so nice, thank you I've heard of Midwest hospitality But his parents are taking it to a whole new level Well, I gues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Well, this is the basement It is what it is Hey, did you badmouth me and Chen Xin to your parents? No I can't see why they want to put you in the basement But why are we here as well? Okay, my parents are acting way out of character Especially my mom It's like the only person she sees is Yang Li I know, she's getting the red carpet treatment Look at Michael, look how cute he is Oh my god That's so cute, oh my god Don't you just love babies? Yeah, they're really cute I really like babies I can't wait to have one with Michael and his wife That will really complete things Okay, this doesn't make sense I'm usually No, I'm alway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Unless...come on Ewww Alright, you know what? Enough is enough I'm going upstairs to get this party started Wow, this is a lot of food I really appreciate But I feel like there's enough to feed an army This is my first authentic American Thanksgiving Oh, that's really nice I hope you can come every Thanksgiving We're so glad you can have it with us Wait Every Thanksgiving? What does he mean by every Thanksgiving? Oh my gos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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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t one time? Yan Lin, how did you and Mike meet? Well, we met at work Didn't you go salsa dancing that first weekend? Yeah, but... We've never had a dancer in the family before Yeah, that's great A dancer In the family? Yeah Oh, this is wonderful You guys are dating, aren't you? What?! Looks like somebody got their wires crossed I told you he would never bring home a girl for us So...eat a bunch of turkey, go into a turkey home and pretend this didn't happen? Sounds good Can we pass the Brussels sprouts?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Bang, bang, bang Shoo-bi-doo-da-bi-doo Zing, zing, zing Shoo-bi-doo-da-bi-doo Comment allez-vous? How do you? Shoo-bi-doo-di Shoo-bi-doo-doo My parents are acting way out of character All these squares came from Michael's baby clothes Are you serious? No Why did you turn your hands on me? I'm sorry No, she's getting the red carpet treatment He, he... Gassets don't swear by all that So, fine I let it be... That's it, right there? Yes, it plays a dinner dance I own my own It's been an army Yeah, we should join the army Shh Look at this picture It's so adorable You are awfully cute Yes, you are Thanks for coming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stay all the time All of you Somebody got their wires crossed Yeah, you guys are dating, aren't you? What?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ood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衛視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收看 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建議 歡迎您寄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信箱是 VOA新聞 at gmail.com 節目最後我們來看看 日本製造的一個高達4米 4吨重的巨型機器人 我是蕭群經理代表美國精英 VOA衛視全體同仁 祝您晚安 部分的名言 委託 快 Origin 感谢观看